哈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溫泉大使一文 那今天呢,我來到的地方是位於我們台東湖關風景區 那湖關最有名的是什麼呢? 沒錯,就是我們的溫泉啦 湖關溫泉呢,在我們日治的明治時代呢,就已經被開發了 所以它有一個別名也叫做明治溫泉 那到了光復,台灣光復之後呢,它才被改名叫湖關 那個意思呢,是代表說它是山中的,山谷中的關卡 那我們可以跟著鏡頭一起看一看高高的環境 大家看這個湖關溫泉區呢,它作用的就是高山 還有森林,還有溪流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溫泉啦 對,那邊環境非常的優美,非常的好 好,那在這麼樣一個就是靜密而清新的環境呢 坐落了一座就是日式的露天溫泉 也就是我身後的這個伊豆日式露天溫泉 對,好,那很開心呢,我們可以來到就是伊豆這邊 然後我們一起來體驗伊豆這裡的日式風情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電狗 它叫做布拉普,它在曬太陽,它好可愛喔 好,在我們進去之前呢,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剛才開始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我身上穿的是什麼啊 這個啊,是日式的一種的浴衣 然後要注意它的左肌呢,它是蓋在上面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跟士兵的這位大哥 我們穿的是一樣的喔 對,然後他拿著一個這種溫泉的盆 就是空泉的盆子上面有他們的電瓶 好,那我們一起進來吧 你好 你好,歡迎 對,這就是他們的大廳 首先呢,我們要來體驗的是他們的溫泉魚 我從來沒有吃過溫泉魚耶 哇,可以看一下,裡面有超級多小魚的 高 所以應該就是呢,我把腳放進去來感受一下 感覺像有很多點點在點我的腳 超級多 超級多點點的感覺 好好酷喔 這個溫泉魚呢 它可以就是吃你腳上的就是腳就腳質 所以說我們的腳,對它來講應該是一頓大餐 拜託吃乾淨一點 對啊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去看伊豆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東西 那就是呢,他們的日式造點旅程 來,大家跟著我一起往上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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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啊 已經有了那樣的石材 就是石頭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溫泉魚的整個日式平田 你看 現在呢,所有的石,全部都是老百姓山灣泉的喔 然後現在我們就到達了它的這個 日式的路,日式溫泉的區域 那伊豆呢,它有非常廣大的陸前溫泉的一個範圍 從就是冷泉 這個 古風問說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我們古關的伊豆日式入天溫泉喔 那我們的入天溫泉呢,它有冷池區 這裡呢,你除了可以就是給小朋友玩水以外 除了可以給我一起來吃 這個瀑布,它不是可以只是一個瀑布喔 它可以做SPA 那,大家看這邊有很多小石頭 以前中藝姐,很喜歡玩那種天堂路喔 沒有 就是這種 日裡走一走,可以吃低一下這個瀑布什麼的 然後呢,這裡呢,就是我們的伊豆池 好,我要帶大家來一起體驗一下我們的溫泉囉 哇 這邊呢,就是溫度超級好的 然後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環境,真的是非常的優美 就是,激豆這裡的日式庭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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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大地一起邁動 就是,就是大地一起邁動 然後,與我們的豐富一起出西 然後,打造出這麼一座,就是 就是,就是想盡著大自然支援的一個日式庭園 就是,就是非常想碰的 那這樣子的 那這樣子的 這邊的水池是什麼呢 我們這邊的水池啊 它是,就是碳酸硫化泉 所以它這裡面啊,有非常豐富的硫化物 那,硫化物可以幹什麼呢 它可以保護你的關節 改善你的關節炎 然後呢,它還能夠呢 就是,讓你的血管的彈性啊,變好 就是,然後改善你的動脈,動脈硬化 這樣子 所以啊,然後再鋪泡一下這個的話 對,當然我們泡溫泉 對你的皮膚 還有洗塵彈線 還有血液循環 都是非常讚的哦 然後呢 大家可以,往這個地方移動 這邊泡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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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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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再繼續把我的沙漆穿起來 好,那我一邊放門一邊往這邊走 好,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從天而降的東西 它其實就是十八克的地方 也是我們的餐餐的畫面 這邊的話是冷石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邊多多的環境 有花,然後有土,然後有流水深 我感覺這邊是超享受 好像一個芝加圖一樣 然後一樣的,這邊所有的芝加圖 它都是選用了石頭來做它的一個機器 大家可以用到它稍微分數是石頭 這邊的老闆他非常的用心晃 他每年都會到日本去 他每年都會到日本去取芝 然後同時也會讓他的員工啊 到日本去學習他們那邊的溫泉文化 然後再回來改造他的溫泉 所以你可以發現 像我們這一趟旅程當中 所有的東西都是非常的有 就是日本的地區 日本的原生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走 好,這邊呢 好,這邊呢,我可以所見 我沒有一個 兒童的野花蹄 就是浪泡嗎? 比如男生來度假的時候 小朋友在家怎麼辦呢? 你就一起帶來囉 一起帶來就可以 就是一起來度假,真的是超棒 好,那我們現在要去體驗的呢 就是一種非常厲害的他們的日式湯坊 為什麼說他很厲害呢? 因為他給你一個體驗 讓你不用坐飛機 也可以在日本 在台灣呢,體驗日本的風情 來,我們一起往上走 一邊走呢 你還可以就是看到 他那個 整個這個 日式中天溫泉的這個部分 把美景往上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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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在這個 山頂上闖到的地方 非常有能力的 然後看一下 大家一起看這個 全體的風景 全體的風景 我可以說 可以看我們做的 這些 造品啊 比如說 像這顆樹木 它是習慣刺頭 那東西真的是非常特別 那這邊呢 就是一花一木 都是我們的 員工跟老闆 就是一起打造出來的 就是 那你必須要有很好的 就是美學素養 跟文化素養 你才有辦法 就是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大家知道 伊豆以前啊 這塊地 是幹什麼的嗎 它其實 在87年的時候 它只是一塊 用來種檳榔的地喔 然後 經過了 就可以這麼多年的規劃 然後才 慢慢 慢慢慢慢的 規劃成現在 這麼一大片 非常漂亮的 就是日式的 一個度假的地方 然後同時呢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就是他們很厲害的 讓你自拍一下 耶 耶 耶 呵呵 這邊 就是我們 就是 他們這個非常有名的 日式 湯 湯房 大家看一下 這些 房間的名字 江戶 湯 德川 然後再過來 還有仙台 跟吉野 大家有沒有猜到 它是以什麼方式來命名的呢 沒錯 就是用日本的地名 來為每一間的湯房 來做一個命名喔 猜猜我們今天要去日本的哪裡住宿啊 我們一起往前走 它就這邊啊 就是 主要的做 做建材 都是 石頭 或者是 木頭 所以那整個日式的風景啊 就是非常的濃厚 然後 我們到了鄉根了 好快喔 然後 繼續的往前走 你看 這邊還是很多的日式造景 比如說在旁邊的這些 大石塊啊 然後有修剪過的這些 植栽 然後都是非常的厲害 然後這邊是一個半露天的狀態 為什麼是半露天的 因為它雖然上面你看得到 可是它還是有玻璃隔起來 好我們到了日光 登登登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就是 東京 沒有坐飛機 我也到了東京耶 好 準備各位一起進來 稍微看一下 哇 大家看 這個也太滿足少女心了吧 這是什麼 這裡太厲害了 就是睡在這種有四面 就是遮到了 整個像公主床一樣的地方 這裡啊 其實是它標準的一個四人房型喔 不過你看它這個空間 這絕對是不只是個人 我們 先往上去 然後看看上面呢 這一棟 這個很像米拉式的床床 上面有什麼呢 好 好 這個是一個像小木屋一樣的 它的屋頂 沒錯 我們上面是另外一棟床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和室 我覺得這邊真的是非常適合 就是想要度假的民眾 就是如果你就是想要花一點錢 然後就是好好的享受你的 週末的話 或是任何的就是假日的話 我覺得一棟真的是一個很棒的 一個選擇 同時啊 大家看一下旁邊這些小裝飾 這些都是小巧思 你們知道嗎 像有這種 有這種 技技的人偶 這個啊 都是他們特別從日本帶回來的喔 還有旁邊這些小小的 很可愛的小人偶 對 然後整個房子呢 都是不同味道 很棒 然後老闆說啊 這個 雖然是標了四人房 可是它其實可以給十個人住 非常的 十個人住 就是他們會幫你加床 就是 如果你需要的話 反正就很棒 那 當然啊 湯房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要泡湯啊 泡湯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看一下它的 很厲害的 泡湯的地方了唷 OK 然後我們一起往 這個放下移動 一樣 它這邊還是採用了一個 日式的裝潢 像有這種 和式的這種桌子啊 什麼 泡湯 好 我們現在到了它的 庫外的泡湯區 哇 塞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這個 多麼的誇張 這也太誇張了吧 這麼大的溫泉池 而且這部天的 你完全可以看到外面咧 而且 不用擔心隱私的溫泉 你這樣放油到去有幫助嗎 沒有 所以這個泡湯是兼顧的隱私界 然後就給你們很好的視野 讓你可以去享受這個溫泉 然後呢 然後呢 讓他們提供了有冷池 跟我們的熱池 在這邊 好 那 一樣 我就是要當這個 去享受的人呢 那我來 為大家體驗這個溫泉吧 這邊的旗子都修得非常的深喔 因為啊他們老闆 他們的老闆說 這裡啊 非常的適守日本的溫泉文化 是什麼呢 就是你坐下來的時候呢 這個水啊 你不要到差不多到你的胸口 這邊 那 因為這個才剛上 差不多兩顆到我的胸口又不高 對 然後呢 我們 看那個 看不然沒有花球 看不然它可以更有關節 等等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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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 都可以有幫助 那我現在要幫大家體驗一遍 而且我要看一下這個球 這發生什麼東西呢 很好吃 它已經啟動了 沒錯它啟動了 這個 嗚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裡有一股白色的東西 緩緩的從這邊出現了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股白色的 這是什麼呢 這個啊 其實是它的就是 氣泡牛奶浴的一個設施喔 對你看它因為打入了非常非常細小的氣泡 然後讓這個全池的顏色啊 越來越白 越來越白 所以啊 看起來很像是牛奶浴 就是 就是 大家那個長漢哥有一首 有一句詞說什麼 溫泉水滑洗淋汁 我覺得 這邊真的是很符合 這句話 就是大家都可以 就是 來這邊充當一下楊貴妃 這樣子 好 然後這邊的牛奶浴就是 繼續在為我們 就是 製造 好 那說這個 氣泡牛奶浴對身體有什麼幫助呢 就是 它產生的那個 負離脂啊 大家都知道負離脂 就是 可以調整你整個身體的一個 就是 平衡 所以對你的身體很好 然後 因為它這些 微小的氣泡 都可以按摩你 就是體肌肌 所以呢 也可以增進它的一個 新陳代謝 血液循環什麼的 那 因為這邊 是一個半露天的狀態 所以 你就 不管是白天晚上 就很悠哉的 然後 你就 放在這邊 然後 就享受這個 大家可以 往上面看 這就是我看到的 鼻子 往上面 對 真的是 超級愜意 然後 它這裡的 流化全食材 就是 就是 讓你的 滑 就滑滑的 這樣 它有一點就是 因為它流化物很多嘛 它所以它有一點就是 硫磺的那種味道 就是 可是呢 它這個呢 跟北部的 大屯山脈 那附近的呢 那種 硫磺泉 又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喔 它這邊還是 以碳酸泉為主的一個概念 只是它裡面的 硫化物很多 對 好 體驗完了 它們的倉房 我好不想要離開 可是我們這個 衣豆日式 露天溫泉 還是 有很多東西 值得大家去 探訪 然後跟認識的喔 那我還是帶大家一起去 其他的地方看看吧 所以 這個 牛奶浴 我們就等一下再來泡喔 這個真的是我泡過非常深的 一個溫泉耶 因為它這個池子其實氣得非常的深 所以說 你才能夠坐下倒腰嘛 那你再光 就是 有一些其他的 會館什麼的 它就是 可能就沒有那麼的深 因為 不知道它可能就沒有辦法 放那麼多的溫泉水 所以 用 來他們這邊 住宿的話 你就可以享受到 像這樣子的一個非常頂級的 溫泉的一個 禮遇 我覺得這邊好棒喔 我已經決定要訂房了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一起 往其他的方向走吧 跟這麼好的view 先暫時 拜拜 好 那我們還要繼續的 往下一個 想要大家在一起 其他的地方 前進囉 來 來 去吧 好 好 蔡仲凱問你說 你現在拋過哪些地方的溫泉呢 我其實拋過非常多地方的溫泉 像 台北的話 我拋過北投的溫泉 金山的 然後 陽明山的 然後 烏來的 然後 中南部的溫泉 稍微少一點 然後 我還拋過國外的 就是 像是 Seattle那邊 有一個 Olympic National Park 就他們的國家公園裡面 也有溫泉的一個設施 可是我覺得 台灣的溫泉真的很棒 對 然後 像是我們這個 Edo 日式 溫泉啊 他的水質真的很不錯耶 就是真的是 是 比起國外 但是我覺得都 就是 把他們壓下去了 好 然後 一樣啊 我們要 在沿著這個 石斑小路 一起 往下面走了唷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片呢 山脈 真的是很美 這次到櫻花 櫻花二月 這邊呢 老闆呢 種了一些櫻花樹在這裡 回到了二月 這顆呢 其實就是櫻花樹 回到了二月初 的時候呢 這個櫻花就會盛開 然後呢 就會 更像在京都的賞音一樣 然後 非常的 非常的漂亮 然後 下那邊呢 春天賞音 那 秋冬要賞什麼呢 賞風 嗨嗨 快點 更有溫度 所以啊 隨著 四季的分別 我們依豆日式溫泉 它都有不同的風景 可以讓我們的遊客來享受 跟感受 然後 你那邊 空啊 那邊享受這個 分桌 真的是很美 好 好 剛才說 伊豆的歷史從87年從一個小小的檳榔店到現在這麼低規模 這麼有質感 園兵問你說這裡有櫻花可以看啊 對 這邊有櫻花喔 這是我們老闆精心栽種的 然後賞櫻花的時間大概是有二月初的時候 所以啊 如果不想花那個機票錢跑到京都去賞櫻的話 來我們伊豆就沒錯啦 因為這裡啦 就一木 一草一木 一瓦一瓦 都是老闆跟他們員工到日本去取經的 然後就是非常的棒 往那邊走的話 一樣是他們的SPA 就是這樣 嗯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看 但是 你知道 去用高低落差 來做成一個小步驟 一個小步驟 那主要呢 就是按摩你的肩膀 就是做一個SPA的功能 然後跟一般的那種SPA會管 它用那種馬達去用水出來噴 那種是不一樣的 所以老闆用它的高低落差 都是自然的降落 所以對你的那個 身膀的那個負擔 可能比較多利用重 它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啊 這是什麼地方呢 老闆啊 這邊特別準備了這些10寸糖 然後它是很呼呼的 10瓣糖 這邊 它可以讓你泡到溫泉之後 你就摔一下 就是 砍下來的手 享受一下 對 就是它的10瓣糖 然後 它其實 有一點這種 乾桑拿的代念 就是 利用這個 10瓣的加溫 可以讓你的就是 體內越來越冷脫 然後讓 出血你的肺部的壓力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要繼續成功囉 好 剛才 你問 問老闆說 這個是不是溜滑梯 大家看一下那個 神力對小姐問你 還有防衛嗎 嗯 這個我們要問老闆 應該有啦 應該是 但是有吧 大家看那個 這個不是溜滑梯喔 那其實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其實就是一個水療床耶 哇塞 也太高級了 就是你躺在上面 然後那個水汁 就可以這樣 抽你的被子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啊 它還有這個 它現在是從水下面啊 有那個小水去往上衝 這個的話呢 是大水是我剛衝 那這邊的話呢 一樣才是我們的溫泉流化 碳酸流化水 所以 你在想說這些 刷車是怎麼行呢 你也可以搶購我們的溫泉喔 所以繼續的保養我們 我們的溫泉 應該是你們要往回走啦 嗯 應該是你們要往回走啦 這個溫泉的另外一個設施 它就是 紙壓 紙壓在哪裡呢 真的 我要一起走吧 紙壓好像是 鴛鴛均 x2 就是鴛鴦均 這個 researcher 這個啊 是我們寵物的家 就是現在養寵物的人越來越多了 像我自己有養一隻貓 我就每天都不想離開牠 所以說我們這些帶著寵物的這些遊客呢 不要擔心因為你的寵物不會被趕出去 他們可以留宿在這裡 這裡也是非常的就是安全舒適 然後裡面有一些就是餵食的盆子 還有喝水的地方 讓他們的員工好好照顧你的 就是小寵物們 因為上面的那個就是露天溫泉的部分呢 我們的寵物可能是沒有辦法上去的喔 可是留在這邊的話還是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照顧 OK 我們現在要繼續前進啦 這裡是他們的大驚 我們剛才就是體驗我們的溫泉魚之前先來到這裡 哈囉 布拉庫 這隻電狗布拉庫一直在睡覺 好 我們現在要前往的呢 是它的鴛鴦湯屋 這裡的腹地真的是非常的廣大耶 就很像一個度假村一樣 我們的伊豆日式露天溫泉 那 像這邊的話呢 它總共有幾種 鴛鴦包廂的話就是給兩個人 那有半露天的家庭包廂就是給四個人 大家可以在這邊停一下 然後看一下它這些燈籠啊 然後像這些紅黑的這些配色 就都很像那種 日式的那種夏天祭典可以看到的配色 然後還有沒有看到那邊有富士山的畫 有嗎 富士山的畫跟下面痘痘龍 這兩幅畫呢 大家猜猜是誰畫的 都是他們員工自己畫的耶 這個地方也太有才了吧 怎麼每個人都這麼厲害 老闆也厲害 員工也厲害 這其實是因為他們老闆很捨得投資 會送他們員工去日本就是學習這樣子 好 我們繼續沿著這個 紅黑的欄杆往下走 然後就會到他們的鴛鴦湯屋 裡面來又是各種 例如是榻榻米啊 或是這些他們帶回來的白色 都非常的漂亮 好 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 就是往前走啊 最近也是用日本的地名在裡面 比如說我們剛剛經過了新宿 然後這邊裡面呢 它都會有忍樂雙齒 然後它的造型都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然後就看你是選到哪一間湯屋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要來的是花海 花海湯屋 好 就是這邊 它這邊走的是一個就是 半日式 半露天的一個形式 因為它上面其實是擋起來的 不過啊 在我 放在幾面之前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它的景色 像啊 它這個 池子 也是用石頭砌起來的 就像我剛才說的 它們非常重視一點就是 你這池子一定要夠深 深到你坐下去要到你的胸口 這才是標準的日本泡湯文化 那大家還可以看到它這邊有 就是把這個木頭啊 包在這個日式的 包在這個石頭裡面 那其實這些都是它的日式造景的一部分 這個日月 這個韻江湯屋呢 它除了有這個泡湯的地方 大家往那邊看 它有一張就是很簡便的床 所以你也可以在這邊休息 對 然後這邊有就是廁所跟淋浴間 我來示範一下那個標準的 就是這種日式的 你應該泡到你的高度才是正確的 看是不是剛好到我的胸口的位置 這就是非常標準的 日式的泡湯文化 剛好到這邊 然後呢 一樣 我們這邊也有一個示範 我們剛才在湯房看到的 就是氣泡牛奶浴 它用這個打氣的包子啊 然後把很多氣泡打進來 然後讓它在全上 越來越長 然後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淺水的話 然後讓它們有更多的淺水 對 對 哇 我覺得如果說 呃 可能日紅湯啊 或者是四七啊 或是兩個 就是 好嗎 其實是一個 家裡 家裡 然後找一個 一星高屋的方式 這個魚羊跳屋 就是非常好的 一個天下 所以呢 來到我們土關 的溫泉區的時候呢 找一個放鬆 然後 又很緊急的享受的地方的話 就到我們的 嗯 土地溫泉區是霧天溫泉 來 然後 選擇的原來特務 兩人的 可以讓你多人 非常享受 非常享受 天下 一百成 然後 那 那我們要繼續 往前囉 其實真的是很生 後台非常的開心 好 然後 然後 現在我們要 抽到我們的 浴衣在外面 起床 那我們下一個 哪裡呢 我們要去 感受一下 他們的 溫泉美食 有得到 有得到 有得吃 真的是 一隻樣多 OK 大家跟我站在這裡 然後一起往那裡看 有沒有一種 就是那種 日本 武裝電影的感覺 對 對 太厲害了 然後 我們 在日本 感覺這樣一個 日本人 最近 你不需要花幾票錢 到日本 你就可以得到的 日式典籍體驗 在我們的 日式 入圈文圈裡面 去 台中 虎關 真的是非常的棒 還有日文多 謝謝 你看 他們的服務人 很有禮貌的 九十度跟我鞠躬 哇 對 所以這邊呢 他的環境非常的 天獨厚 就是他有 就是 山 有拳 然後 林子 然後又有 就是老闆 這麼精心的 設計規劃 才給 遊客們一個 非常特別的體驗 好 山景也是 這邊的一大脈 他們呢 這個會館真的非常的大 好 我們剛才 呃 去看那個 呃 康房的時候 走了超級多的樓層 就是順著他那個 就是 造景的 瀑布啊 我們看看這邊有沒有看到 從這邊看上去也非常的美呢 從這邊看上去也非常的美呢 這種禪意 超棒 好 好 那我們 好去嘗嘗 本地的 溫泉美食吧 這裡呢 是他們的咖啡廳 那 其實有時候一天就是 下午茶 午茶 午茶 可以在這邊就是買到一些 有衣的設備 好 那我們呢 要前往的新床 館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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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菇拉庫你到這裡來了 你快醒了 好 我們 這邊就是我們 一個部分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看這個view 這是他的室妹 這是他的室妹 我們這邊看過去 你也可以看到整個浮關 的浮色 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欸 你說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來的 菁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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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要來的 品嘗的一個 溫泉美食 那我們 歡迎我們的菁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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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菁麟幫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呢 今天呢 我們有 什麼樣的菜色呢 我今天要幫你簡單介紹一下 哇 真的是很豐富耶 我對那個鍋真的是非常的好奇 那個鍋就是那種日式小火鍋啊 這個鍋喔 本身我們是屬於 我們的這個在地的叫擺菇鍋 它裡面的最主要訴求的元素 它是比較屬於清淡 然後我們是用這個烤湯下去烹飪 裡頭當然除了擺菇鍋一定要很多菇啦 辛鮑菇啦 辛香菇啦 秀針菇啦 金菇 然後我們再加一些這個當地的食材 像這個芋頭啦 玉米啦 豆腐啦 豆皮 然後當地的蛋瓜 它是一個感覺讓你吃起來很清爽的一個鍋 感覺湯頭會很清甜 是 是 是 對 再來這一道呢 也是我們這個古關當地的它的熙烏魚 熙烏魚在養殖的過程 它要非常優質的環境 水質一定要非常清澈 而且呢 氧氣一定要夠 所以它養出來的這個熙烏魚啊 它的特色呢 它就是不滿豐富的叫膠質 那我們今天做的是只做它其中的這個肉的一部分下去做清澈 其他的部分呢 像它的骨頭的部分呢 可以做藥膳 它是整條魚都是薄 所以我們今天只取它的肉質的部分來做一個清澈的這個熙烏魚 那這個醬料是 它醬料是我們像一般的港式的這個醬汁 醬汁 醬汁 它也是對這個魚的劣勢的腥味它會去除 但是它不會把那個鹽味整個把它埋乾掉 那因為這一道呢 是我們當地的西蝦 西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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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這個蝦子啊 它本身雖然是很小 但是它本身它的肉質啊 非常飽滿 所以讓你吃起來啊 感覺它 那個肉啊 你就可以吃得到它的肉 這也是我們當地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食材 它就從德基水谷那一頭運過來 從那邊的食材來吃 都是在地的 那另外這一道那也是我們離山 來到這個谷關道離山一定要吃的 離山高麗菜 離山高麗菜它本身跟平地的高麗菜啊 比較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離山它的海拔比較高 所以晚上呢 會 那我們坐下來吧 好 我跟你們看 你可以可以 跟你們品嘗嗎 好 因為它海拔比較高 所以晚上呢 它會比較多的這個鹿水把它直韌 所以它的葉子啊 相對的會比較脆 跟平地的最大差別在這邊 再來這一道呢 是 也是我們這邊當地的這個山豬肉 那山豬肉呢 過去呢 因為 客人會感覺說山豬肉的口感啊 可能會比較硬一點 那我們現在幾乎的 所起的這些山豬肉啊 都是用山豬肉的品種 然後去做一個有規模的建養 然後起比較幼小的 是很大的層樓 大概一百多公斤左右 我們就把它做一個處理之後 所以它做吃起來跟以前傳統的感覺 那山豬肉好像會咬不動 這完全不會 它的咬勁比豬肉好 但是它不會很 感覺讓你吃起來運邦邦的感覺 這一道就要好好跟你們介紹了 這一道是我們是最自豪的 所以呢 很多客人來這邊幾乎都 指名要吃這個 那我們是每天限量公運 都是每天限載的 這個人呢 它的雞的品種 一般很多人啊 感覺這個皮是黃色的 都叫它一品雞 很多你們幾乎在外面都是說 啊 這個是環北雞 其實它的品種 我們這個雞的品種叫珍珠雞 珍珠雞 很多人他不知道品種 他看到黃色的皮就說 這個就叫環北雞 為什麼叫它珍珠雞 因為雞它有品種 跟豬一樣 豬也很多品種 你有很多品種 它這個延伸種 它的雞叫珍珠雞 珍珠雞它本身啊 脖子比較細小 那我們大概在幼雞的時候 我們就回來自己煎養 把它野放 跟那個豬一樣 對 就是給它野放 那野放呢 我們盡量呢 給它吃我們這邊的廚魚 跟葉菜類的東西 盡量不給它吃吃料 因為我們這邊 這個多的這個廚魚啊 每天這個廚魚很多 我們經過廚魚 經過處理之後把它洗濟乾淨 然後加溫之後 來給這個雞來吃 然後健養到大概啊 四五斤的時候 還可以做這個上桌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仔細的看 這種雞因為它的活調量夠 所以它本身啊 這個皮啊很脆 而且不會有油脂 絕對不會有油脂 皮很薄很脆 不會有油脂 有的雞已經長到這個 如果說到這個五斤以上的話 恐怕它會有一層油 你吃起來那個口感會不一樣 它都沒有在運動一樣 所以人家一般說 啊這個雞胸肉 人家說好像說這個 很怕柴 欸 平常吃的比較柴 人家說雞胸肉是肝肉 所以我們這個肉絕對不會 你感覺吃了那個味道 絕對不會說柴柴的味道 那它本身呢 我們在這個烹煮的時候呢 當然我們有一定的時間 控制這個雞的肉質 然後本身也有一點調味在裡面 那當然你如果想吃重 我們再加一點蒜頭 辣椒醬油 多種選擇 然後風味更棒 你剛剛泡完之前 你可以嘗嘗看 這些都是 哇真的是非常豐盛的一桌菜耶 好 那我應該要添重 就是我們的日式小火鍋 那個白菇 那你除了這個美食之外呢 那我們這個游泡環境 就是說你會看到整個 五官的山 美食跟美景 美景整個都 融入在這裡面 所以感覺會很賞心願望 尤其泡完湯之後呢 我們就吃一點熱的東西 然後吃一點這個 補充一些 像這個 雞肉吃個幾塊啦 然後弄點魚啦 吃點茶 我相信這樣 整個能量補充 就是心裡滿足了 身體也滿足了 都很夠了 兩個願望也滿足 我跟他說 那個湯啊 那個菇的味道 真的是精華 超非常的甜 然後菇的香味很飽 對 他整個已經濃度了 洛竹恩說他吃飽了 可是看你直播之後 他又肚子又餓了 所以你要幫他多吃點 沒關係 就是現在也吃進晚上 我們可以再開始吃 對 好 那我來試試看裡面的菇 說裡面有杏鮑菇 杏鮑菇啦 秀針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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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他關掉一下 很好吃喔 就像剛才我們跟妳說的 它沒有很多過重的調味 反而你可以吃到它 就是食材的一個最原始 然後最清甜的味道 然後跟這個湯啊 還有其他的蔬菜 蔬菜之類的東西 然後融合在一起 所以真的是很棒 好 下一個我要挑戰的是 就是我們的鱘龍魚 鱘龍魚 對 這個是紅鱘 這個中華鱘 中華鱘 對 我們叫中華鱘 這個就是喔 對 然後那個 切好的 好貼心喔 它是其中一點點 這個鱘龍魚 它可以成長到 大概四五十公斤 這麼大 喔 好大隻 對 很大類似 它是 在當地是一個 比較高檔的食材 嗯 它肉質很Q彈 對 非常的Q彈 而且 它雖然調味很簡單 可是都非常的入味 對 然後你可以吃到它上面放的這些 蔥 對 這些的 這些新香都在 已經都在這個魚肉裡面了 那下一個 我一直非常期待這個 因為我在就是查詢的時候 看到很多人在推薦 西蝦 西蝦 對 它雖然不大 這個西蝦齁 其實西蝦它有 很小隻 兩個品種 對 一般像我們大甲西的西蝦 它是屬於這個 比較大一點 殼比較硬的 那吃起來有時候 嘴巴可能比較好 不小心會刺到 那這個呢 基本上它是 我剛有介紹過 它是從 德基水路周邊 它的西蝦 所以它 比大甲西的西蝦 它的肉質會更激 真的它的肉質很飽滿 而且它的殼肉已經炸到 就是非常的酥脆 非常酥脆 然後 而且它那個 通常有時候吃這種 鹽酥蝦 會被那個尾巴刺到 可是這個都不會 就是你就咬一咬一咬一咬 它就會跟著肉 就融過一滴 對 這個這一道呢 跟這兩道就非常不一樣 它調味很重 可是很好吃 對 這味道比較重 對 其實剛才這兩個就很淺淡 下一個就是我們的 梨山高麗菜 就是很清甜的那一種 感受一下 梨山高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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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脆喔 就是我剛剛是 因為等你們過來 大概炒出來的時間 還有一段時間 那還是好脆喔 更脆 比於陳小姐 陳映宇小姐說 來這裡玩可以帶狗嗎 可以唷 我們剛才有經過那個 我們那個大丁的旁邊 他有狗狗的宿舍 所以呢 你不用擔心說 你的狗狗會被聚於門外 然後沒有人照顧 他會被安置在我們大丁旁邊的狗籠中 然後就是我們的員工 會去照顧他們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安心的泡湯啦 然後享受這邊的溫泉設施 OK 下一個我要挑戰 山豬肉 山豬肉 對 山豬肉 好 這是你們自己建養的 建養的 不是 不是我們自己建養的 山豬肉它是 也是說 有專門在建養 哦 專門在建養 它現在因為 其實真正的也放了山豬肉 恐怕那個肉質 沒有這麼好 沒有這麼好 所以它現在是用 山豬的品種 下去做 有規模的建養 哦 這個豬肉有一點點的辣度 嗯 可是啊 就像你你說的 它就是很軟 對 比較軟 不會像我們印象中那樣 就是很硬這樣 然後你咬一咬一咬 其實就差不多 都已經分開了這樣 對 它有一點辣喔 有一點辣 可以調整辣度嗎 可以 一般的話 如果客人說他不喜歡吃那麼重口味的話 我們會煮得比較 這個 就是把類型比較清淡一點 哦 幾乎正同的話 正常的客人呢 他吃這個山豬肉 他都喜歡吃 大概目前這個標準的口味 這個是其實標準的口味 我覺得這個超級下飯 對 我們應該來一碗白飯 其實 下飯啊 喝酒啦 這個都OK啦 這一喝酒 我看到你們那邊有這個月桂壽 月桂壽 對 月桂壽 對 所以就可以配得更 好 這個關鍵的 就是我們的珍珠雞 珍珠雞 野放 野放珍珠雞 對 我們有專人在 對 在這個 養這個雞 早晚都會有工作 真的耶 不容易 就是要做這些美食 對 後面有很多的付出這樣子 那當然 這個 皮真的是超級薄 然後皮跟他的肉啊 都是很Q的那一種 然後這倒也是淡淡的 可是他的那個香氣 就是他的雞有 雞有香氣 對 都已經滲入了他的這個肉 雖然說他是雞胸肉 對 可是他吃起來一點都不慘 就是 感覺他就是裡面還是飽滿了幾隻 這樣 不要再吃一口 台灣我有計畫說 那些雞都有雞腥 像這個 絕對沒有雞腥腥 羊燒味啊 雞有雞燒味啊 這個不會有那個味道 絕對不會有那個味道 對 看怎麼去餵養那個雞 才會去做 這個過程 這個都是你們的秘方嗎 當然啦 這是我們 對這個 一罐的堅持 對 一定有一罐的堅持 然後我們一定 很自豪 然後每一個客人 對這個雞的評價都很高 嗯 那 我們今天啊 到了我們 伊豆日式露天溫泉 他在我們的 台中古關溫泉區 能夠享受到這麼一道 一堆的溫泉美食 然後同時呢 我們剛才還體驗了 就是 很多的日式露天溫泉的設備 然後同時還有他的 緊急湯房 大家應該有記得 就是他有個人的露天 有超大的溫泉池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 享受他的氣泡牛奶浴 同時呢 如果你只是要來這邊 短暫的休息 短暫的就是 短暫的就是 呃 去享受溫泉的話呢 我們也有 鴛鴦湯屋 來就是給你做一個享受的 然後 這邊的溫泉呢 是炭酸硫化泉 然後他最喜歡 現在我還覺得我的皮膚滑滑的 嫩嫩的 然後啊 然後他對我們的那個 關節什麼的 都很有幫助喔 所以 陸主任問說 有沒有販賣 Sake Sake Sake油 Sake油啊 你看他們都 直接掉在上面了 這肯定是有業範的 像其實 泡完溫泉 很多人齁 其實傳統人家覺得說 Sake一定要吃溫的 其實很多人 他泡完溫泉之後 他要吃冷的 所以我們冰箱有冷的 你要不要炒一杯 我炒一杯給你品嘗看看 好啊 呵呵 我們請就是經理幫我們拿一下這個 Sake 對啊 就是來這邊你可以泡湯 然後你可以吃美食 然後附近呢 還有這麼好的一個生態 生態資源呢 來讓大家去探索 可以享受 真的是非常地好 這就是 呃 如果你有時間 然後到我們 台中五官的話 記得一定要選擇我們的 伊豆日式露天溫泉 說主委 我幫你喝囉 哈哈哈哈 這個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 就跟我們今天的工作團隊們 一起享用啦 這個月桂罐呢 有三百年的釀酒工 其實這個還蠻有名的 大家應該都有喝過吧 Sake 我個人的話 喝Sake喜歡喝熱的 因為會讓它那個 Sake的香氣啊 整個就散發出來 在你的口腔裡面 所以 可是呢 來到這邊我們來體驗一下 它的 冰的Sake 對 其實這個天氣喔 吃冰的Sake 它足以熱式 是一個非常好的享受 對 因為現在 雖然已經1月 可是還是好熱喔 對 我們都以為就是 今天 上山會有點冷 可是 沒想到 天氣還是非常地好 來 謝謝你 好 謝謝我們經理 辛苦了 好香喔 對 真的好棒喔 好 那今天的直播呢 我們就到今天 差不多要結束了唷 很高興來到我們的 伊豆 就是露天溫泉 然後 讓我們經理 然後我們老闆 就會給我們這麼好的招待 大家 如果有空也可以跟我一樣 一起來享受他們 旅遊的 韓川流化權喔 那我是 溫泉大師 伊文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